好 假如美國解救人質 就一定要來看1979年 這個伊朗人質事件 如果說你覺得說 這個解救人質跟美國有關係 沒錯 這個雅果出任務 多多少少也從類似像這種 解救人質的事件當中 所改編而成的電影劇本 對 那個他們號稱是真實事件 但是加拿大的這個 當時發生事情的那個當事人 加拿大的大使Teller 他認為這個不真實 雅果一定有加油添醋 我這怎麼可能成電影劇本 他的意思說加拿大的大使 在當時的Teller夫婦 扮演的角色其實更重 但是被導演把他稀釋到 變成他是配角 而變成說美國的CIA的 這個情報人員 才是真的大功成 這真的伊朗人質事件 是怎麼一回事 他是這樣子 本來美國在伊朗 有扶持一個政權 就是專制的 應該講是封建軍王的政權 叫做巴勒維國王 就是伊朗當地的國王 對 伊朗的國王叫巴勒維 他是一個君主的一個國家 美國幫助他 扶持他 後來但是因為在伊朗的內部裡面 就發生了神學士的一個革命 就是革命衛隊 他們要推翻這些君主的 這些統治時代 要推翻這個國王 他們要推翻了 所以他們就發動了政變 發動政變以後 巴勒維就垮台了 然後神學士 科美尼他就成為一個政教合一的 美國沒有扶持成功 對 沒有成功 好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巴勒維本來就被 後來就被他們的神學士驅逐出去 驅逐了以後 本來你被流放就算了 但是問題就是美國給他政治皮膚 因為他向美國提出說 我要治療癌症 所以美國人就接收他了 他就離開了中東地區 到了美國以後就激怒了 就把這個革命衛隊的 科美尼他們激怒了 更激怒了以後 他們就要開始群眾就憤怒 憤怒以後就包圍大使館 包圍大使館的時候 有一些當時第一波的學生 攻進去的時候 有一些大使被抓 但是沒有多久被放掉了 有一些外交人員被抓 沒有多久被放掉了 但是等到整個群眾攻陷了 美國大使館的時候 他們來不及撤館 來不及撤館人員怎麼辦 這個中間裡面有52個 外交官被抓了 中間有6個外交官 他是簽證官 負責簽證的 他們當時在另外一個地方 工作的時候 他們躲進去了 雅果出任務就描寫這6個簽證官 這個題材為主 對 他們怎麼樣的 跑到加拿大的大使館 然後他們情報人員 怎麼樣以好萊塢的 製片公司的名義 這樣的一個偽裝 很精彩的電影 然後進去拍 然後把他們每一個簽證官都安排 誰是編劇 誰是導演 誰是場務 什麼… 然後就把他們帶出來 這樣的一個故事 這是真實的故事改編 但是他把加拿大的泰勒夫婦大使 他們其實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把他降低了 這是不對的 但是這是美國人 本來就是這樣子 無所謂 但是重點在於 那52個人制怎麼辦呢 52個人制就變成掌握在 伊朗的手中 沒救出來 對 沒有救出來 52個人 那還得了 所以當時的總統是卡特總統 卡特總統馬上就下了一個決定 也就是說在第二年 就1980年的時候 4月24號他就派出他的特種部隊 就剛剛校尾介紹的 三江州部隊 派出這種特種部隊 對 類似 派出這種特種部隊 要去拯救這個人質的時候 可是當時的裝備也不夠 裝備也沒到期 然後指揮混亂 然後士兵的訓練也不夠良好 所以一切的東西 都很糟糕的情況下 那麼在4月24號 軍事任務正式展開 展開的時候進入了 他們的行動代號叫做鷹爪行動 老鷹的爪 因為美國人的國鷹就是老鷹 鷹爪行動 結果就在伊朗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碰到了沙漠沙塵暴 就沙漠風暴 結果一架西13洞 跟他們的直升機 要滲透進去的就相撞 相撞以後就墜毀 墜毀以後就有8個士兵 就死在裡面 然後這個屍體還被 伊朗的革命衛隊拿走 拿走以後就遊街示眾 就成為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研究人質失敗的 一個重要的案例 也就是因為這個研究人質失敗 所以卡特總統競選沒有連任 輸給連根總統 所以卡特一直認為 他之所以競選會輸 就是敗在這個 研究人質失敗的這個案例上 可是這些人質 52個人質被關了444天 後來被放走 為什麼被放走呢 因為剛好在1980年的時候 就爆發了兩億戰爭 伊朗跟伊拉克的戰爭 一旦爆發戰爭以後 伊朗馬上要改變 對美國的態度 為什麼 因為戰爭要錢 所以他就要求美國說 這樣好了 解除對我的經濟制裁 那個解禁 當時你對我在國外的 財產的封鎖 全部都要歸還給我 巴勒維國王的財產 要還給我伊朗政府 美國同意了 然後就把這些經濟制裁 凍結資產 還有巴勒維總統的財產 都全部還給伊朗政府了以後 他們就把這52個人質 還給美國 經過一年糾纏還是放出來 所以是用外交的手段 救回52個美國人質